塑膠卡板質輕、承載力高 廣泛應用在物流行業 用作倉存或出口載貨之用 同樣是塑膠卡板 負重量與內用程度有很大分別 原來一切都與材料有關 市場上,卡板材料一般分為全新和二手膠料 全新膠料製造的卡板內用度最高 可重複多次使用 使用二手膠的膠卡板 因為混合了耐力不明的膠料 內用性低,而且質素都較為參差 紅衣代理日本製品牌的塑膠卡板 採用全新塑膠製造 尺寸符合歐洲U以標準 堅韌與內用程度絕對高一般 不想?做個簡單測試吧 先看外觀,鏡頭左邊是的卡板 而右邊就是滲了混合料的卡板 在外觀上看不出有甚麼分別 接下來是衝擊測試 我們找車分別撞到兩塊卡板上 結果混合料的這塊卡板撞到花了 滴就只有輕微撞花 最後是負重測試 我們首先將合貨車洗上混合了卡板上面 不消一秒,卡板明顯已經抵受不住 整個裂了 而相反,滴依然絲毫無損,保持完整無缺 卡板經常勝載寵物 紅衣代理的卡板靜態負充量 可以達到4000公斤 如果是餐廳食肆 經常要連板帶貨地放入冷藏櫃 就建議選用這款填字型F系卡板 它是由HIDEM PE膠料製造 適合低溫下環境使用 若是物流頁需要使用到電動積車 還可以選擇這款穿字型E系卡板 它是由PP膠料製造 在高溫下操作都不會有問題 經過剛剛的測試 相信大家都會選擇吧 是否稍後完成 有幾乎是否會選擇 用這部的圖片 可以選擇 所以是用這部圖片 你現在有些人 對上來選擇 一場圖片 你覺得很可以選擇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